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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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1988年到2000年 這12年當中 每個禮拜天的晚上 都會播出長達90分鐘的 叫做花系列的戲劇 當時他們取材的範圍 非常的前衛 可以處理到 到現在都還是 被認為很有爭議性的 比方說 代理逸模 代理逸模 還有女生外遇 然後跟合夥人 搶她的太太這一類的故事 然後據說當時有很多媳婦 因此從這個戲當中得到的力量 來跟自己的婆婆 對抗婆婆 我想你很喜歡這個部分 對抗婆婆 如果好好相處就好啦 那妳就好好相處啊妳 是 今天我們邀請了 花系列當中的五位明星 來到現場 歡迎各位請你們轉過來吧 歡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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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這五位當中呢 我們看到中間的張婷小姐是 幾乎每一集花系列都有妳吧 沒有啊 妳大概演了多少 大概演了十幾部吧 十幾部 所以所謂的一部是 演最久的是太陽花 演了一年多 花系列的意思說有的戲是很多集 有的戲比較少 有的很少 然後收視率很高的時候 就一直演 一直演 一直演 然後就一直被打... 所以太陽花裡面妳是 很可憐的人 我就被我婆婆一直欺負... 所以只要妳演媳婦的話 婆婆就是欺賣妳 沒有 沒有 也有別人 又有那個媽媽是崔佩儀 媽媽也欺負嗎 媽媽不會啦 那婆婆是那個... 那個喜曼玲 聽說被邀請演婆婆的時候 其實妳跟她年齡也沒有差很多 我們有啦 差幾歲 但不多啦 差幾歲 可是最倒楣的是崔佩儀 對 因為當時我跟她是演君子蘭花 我是從十六歲 所以我跟圖善妮一起演 我們從十六歲眷村的小女孩 這樣一直演 因為收視率好 就一直演 演到五十幾集的時候 就沒得講了 只好演到六十歲 然後突然就空降她演我女兒 我跟她差... 她一一演現實叫我媽的時候 我就快掉 妳跟她差幾歲 大概兩 三歲吧 對 十七年 我那時候只有十... 我跟妳講什麼 十七年表情不好一點 她身體有四十八公斤 那時候非常...對 妳這樣怎樣啊 妳 妳說現在演她媽媽都要學理吧 現在我演媽的話是OK 因為我的身材是OK 我覺得妳不講出 妳只比她大兩歲 觀眾可能還不會這麼震驚 妳現在講了大小 其實我還好耶 我皮膚非常好啊 可是妳看她... 對 可是我沒有整型啊 我都是... 她有啊 妳的意思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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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身體能不能打 她做朋友 不是 我的意思是說 我說那個時候 我從來沒有演過媽媽這個角色 那時候八點到九點半 從來沒有 不過她演我媽 我也是滿...滿訝異 因為其實我也... 現場我都叫不她出口 我說真不好意思 我要叫妳媽了 然後除了三位女星之外呢 兩位男士的角色分配很奇特 我剛剛講了說 會把公司合夥人的太太搶過來 不就是妳演的角色嗎 對 那個是...又是進一個層次了 因為... 因為除了那個外遇的完了之後 後來魏導演就想到了一個... 因為那個時候有流行一個 Robert Waffer有演一個什麼 金錢遊戲之類的 陶色交易 對 那他就有一點把那個東西套到 就是說給錢要求合夥人出租他太太 合夥人的兒子出租他的太太 但是呢 就是說 因為就是說 像我們等於就是他 龜亞蕾是演那邊的媽媽 那我這邊呢就是 我們都是商業名流 然後呢 因為在一次聚會上 我看到他兒子的老婆 產生好感 是 然後後面來了一個機會 你幹嘛 產生好感 不是 因為在我心目中的王道 就是愛的進行室裡面的王道 對 所以他剛剛講出產生好感的四個字 而且還是兒子的女朋友 你真的很不像天使耶 沒辦法記住 沒有關係 因為那個愛的進行室 是... 是如此有好 如此的跟...在大家的腦海中 他們會認為我只是去演戲 你很有把握 你不會被當成是壞蛋的事了 對 因為...我覺得 因為其實那時候愛的進行室 也有在播 那公司那邊呢 那當然他們認為就是說 你要去賺錢嘛 但是他們也有跟我溝通 希望我在表演上面 就是你至少不要把它搞得 不入流 所以你說你有靠一些小動作 跟表現來讓這個比較 沒有那麼噁心是不是 就是... 因為黃瑞福在投資交易 也沒有太... 對 某些話的時候 你可能... 因為我覺得一句對白 你可以有八種講法 就看你是怎麼樣子 面對那個講法 所以要怎麼樣把一句 比較下流的對白 講成不下流的人 對 譬如說有一句台詞就是說 我現在就要把你的衣服脫掉 是 我現在就要把你的衣服脫掉 好 把表情閃開 閃開 好厲害喔 是不是 所以觀眾不會留下 很新的印象 我要把你的衣服閃開 閃開 再一句... 看一句了吧 再一句 我要把你的衣服脫掉 你這樣猙獰的表情 就會印在觀眾的心裡 可是如果有一個是 你已經是壓住女主角了 你已經... 所以你必須要看到你的表情了 那就示範一下 你要對誰示範 崔佩儀 不...我請...請示範 我是台灣第一小生 林鎮陽 我跟三體育育友一起女 我現在專心進行房地產事業 你為什麼辦... 你為什麼辦中後怪 我是林鎮陽 你幹嘛演倒楣鬼啊 王道大哥 我們要示範一下 示範一下...示範一下... 就是你已經把... 王道大哥 你已經把他壓在... 對這個人演得下去了 可以... 另外對我來講喔 對我來講 因為在那個年代 其實是比較保守的 OK 好不好 那你遠遠呢就是說 碰到這樣的戲呢 他們希望就是說 最好不要太多的進去 好 那其實現在你的台詞 是把它壓住之後你要說 我現在要把舌頭伸進去 那個... 沒有關係 沒有關係 不是... 這個喔 那個年代呢 還沒有到這種地步 就算現在也... 我現在也沒有聽過這劇情 對... 而且我覺得我們那個 早期的那個花系列 是比較含蓄一點 好 那改成說 到了他們那邊的時候 就開始耳光動起來看了 對不對 是不是 所以你是早期 他們是後期 所以你可以講說 所以你看 我今天抓到他之後 是 對不對 我會把他拉過來 但是他的手呢 我會把他壓著... 擋在你們兩個 擋在我們兩個之間 然後要開始親了對吧 其實是在親手 這樣看得出來吧 看得出來吧 你從那個角度 當然他要來 大哥 我從那個角度看很想吐 對 但是... 我因為... 他很會演 因為他把肩膀的抖動 什麼都演出來 就是很投入的感覺 所以你剛才演的是那種 強...強吻的那種 對 強吻 你看起來很驚人耶 推到強吻 可以嗎 所以你隨時都可以發動的感覺 因為我以前拍動作片 就像套招一樣 你把愛情戲當動作戲 對...因為這樣子 對方呢 就不會這麼緊張的 所以你剛才... 你剛才有心動的感覺嗎 我... 小路在那裡 為什麼... 所以你還像親到女演員的手嗎 或者我自己的手 OK 肢體碰觸的戲 最怕的就是男演員沒經驗 你會很煩 一咔一咔 然後他就不斷親你啊 或是故意 故意的嗎 所以你演的時候 已經沒有碰到王道大哥 沒有... 在你們那個年代 男演員伸舌頭 是很沒禮貌對不對 當然啦... 這個不是很奇怪嗎 所以張婷妳要爆什麼料 我爆一個料很可怕 會不會得罪人啊 不會 不要講出名字就好啊 沒關係 不講出名字就不好啊 不講出名字 不行... 有我算 以妳的輩分 我想妳講算 應該沒有人會生氣 好不好... 我提妳 圈內有一個女明星胸部很大的 然後我就不講女明星是誰 然後有一次拍床戲 然後那個男明星叫張成光先生 張成光先生 是 可能有點好色 他拍一場床戲 就在跟XX的那個床戲 對 沒有... 沒有錯了 我還以為她要講我 還以為妳在講這個名字 我以為她要講我 怎麼了 妳現在就沒上節目是不是 妳就繼續吧 妳就繼續 我們在酌... 我們酌情消音 可以把它剪掉嗎 我們消音好 然後啊 那個張哥就很壞 因為拍床戲很開心 你知道嗎 然後咔的時候 他就手伸出來跟導演這樣 再一次... 再一次 然後又拍一次 再一次 她說大概什麼問題 那個什麼... 那個不夠激烈 在床上滾的感覺 因為被子蓋起來演床戲嘛 對不起 我講了張哥 張成...這樣可以嗎 張成光的EQ很高嗎 原來那時候他沒有結婚嘛 可以整段緊張 張成光跟妳很好嘛 還不錯 可是習外寧 妳說本來有一張妳 所以等於說當事人 也跟妳演過這個戲 哪一位 張成光先生 張哥 是 我們也演過床戲 可惡成光 我要就問她 為什麼她有帶來這個高級 還叫妳高級 那時候呢 因為床戲在花系列還很保守 大部分到擁抱 或者是輕輕的接吻而已 那麼床戲的翻滾算是 花系列那時候比較... 比較開放 真的是比較開放的 張萍林家拍戲 書姐壓力小意思 也想笑法學習 是因為要在妳擺脫 做媽媽的感覺 才跑去演戲吧 對 因為她也是這樣 對 她跑來主持 其實真的壓力很大 你不要去放鬆一下 可是妳演古裝劇的話 可能就會離家很遠 然後長大一個兩個月 兩個月、三個月 我覺得妳真的可以去外面拍戲 三個月很幸福 對啊 我們康幸一路也總共八小時 什麼 什麼 我們去北極路啊 兩個月 看誰太棒 一眼二伯伯不會太理所當然嗎 妳這個話是稱讚還是是 因為她看起來就是厲害角色 不知道耶 妳當時被認為是看起來厲害的人 不是 當時... 當時是 這部戲要開拍的時候呢 他們要尋找這個 蔡秀女這個角色 蔡秀女 對 叫蔡秀女 那麼編劇跟導演 他們花了兩個月的時間 我找不到 當時魏老闆就有提議說 曼玲演 可是他們都反對 第一不夠老 第二不像 就是因為婆婆的氣勢 魏約翰的要求是 我要花旦來演 那麼所有的花旦 誰願意演婆婆 而且她的角色一開始就是48歲 所以沒有人願意演 那叫我當然我也不願意 可是後來呢 兩個月以後 魏老闆就跟我說 大家都說你不行 你不像 即將法 我就很生氣 因為演員應該能符合每一個角色 叫做演員 而不是長得像 那就是演員 那不用演啊 他就是那個樣子 所以說我不行的時候 我就生氣了 好 反正你們也找不到 那就我演 可是那時候所有人都不滿意我 因為不像 可是妳一演之後 大家有嚇到嗎 是 那一部戲是所有話系列 收視率最好 演到52集還是42集 反正一整年都演 52集就是一整年 對 所以妳演婆婆之前 陳沙莉已經在演婆婆了嗎 是 她高我們兩三個輩分 所以妳有參考她的方法 她說話的方式跟演法 沙莉姐的演法 對當時的我很大的幫助 因為我們都不曉得 50歲的人她怎麼樣談戀愛 怎麼樣面對她的人生 我爸媽當然也關起門來 不會讓我看錯 他們在房間什麼樣子 所以很多的經驗 演法 說話的態度 我都模仿了沙莉姐 感恩妳啊 沙莉姐 所以沙莉姐也是花系列出來的嗎 不是 沙莉姐很早就是當紅 東南亞的明星了 可是她也是演婆婆演出名的嗎 不是 她以前就很出名 那在花系列呢 有一般班底是常常演花系列的 那沙莉姐在花系列裡面 也常演媽媽或婆婆 OK 可是以前你們那個年代說 服裝是要自己準備嗎 是 還是有一些支持者 可是後來我就會去百貨公司 因為那個時候 家家戶戶都看花系列 那妳只要去找哪一家服裝公司說 我是要現在演哪一部戲 然後我要穿哪一家的衣服 她打電話給老闆 然後只要妳穿 這一個禮拜穿的衣服嗎 包括睡衣 我那時候都有法國品牌支持我 我每一集都有床上的戲的時候 然後都會丟走 妳每一集都有床上的戲 就是睡覺 單純的睡覺 睡覺 因為我們又是從小姑娘 一直演到 對 不是床戲嗎 只是睡覺的時候 也有床戲 也有那個 千金太太姐也有床戲 也有 小...也有啊 我就講比方說林瑞陽 林大哥 我跟他合作了好幾部 他跟你床戲 妳跟林瑞陽演過情侶 他的床戲也是像王道大哥那種 那一場戲就是我 就是準備了紅酒蠟燭什麼 然後他一來以後 因為期待他很久 要是穿那個薄的那種紗衣 然後就帶他到那個沙發上坐 就迫不及待的要去 那時候導演是蘇月和蘇導演 很會演感情戲 可是那個時候對我來講 我才二十幾歲沒談過什麼戀愛 更何況林瑞陽 林大哥 在我心目中是大哥 所以我就一直跟導演講 導演我好緊張 導演說妳不要緊張 妳就從手開始勾引他 然後我說手怎麼勾引啊 我才二十幾歲 他就說要怎麼摸 怎麼摸 後來導演就從手要攀 攀到上面我去親他 我要跨在他身上這樣親他 那真的是要 很寬耶 妳們那年代 後來我就還是很僵硬 手都會冒汗 然後我就摸的時候 就是摸得不夠感情 因為我沒有豐富的那種 後來就導演說 來 佩穎在旁邊 來 導演來 蘇月和蘇導演是女導演 知道我叫妳怎麼演 她說我揉那個 就是那個撫摸林大哥的手 我像在揉麵粉 一點感情都沒有 然後她就來 就林大哥帥哥就坐在那邊 導演就怎麼教我 怎麼弄 怎麼親他 怎麼樣 脫他的西裝 這樣 因為可能是 我是真的棒球 就是不懂得 怎麼去演那個感覺 我剛剛那個故事應該是來講 蘇導演就是來講 很想來演這關戲的感覺 然後後來我就喝了一點紅酒 我說大哥 如果待會兒我要是演不好 因為有的時候還有軌道 機器 萬一一邊又一邊 我真的害怕 那一天我也不知道我是胃痛 還是肚子痛還是全身都不舒服 把那場戲演完了 結果大哥就跟我講 你回去看哪一部 哪一部 他林瑞陽 林大哥真的很好 他常常會告訴我 教我演戲 教我怎麼樣怎麼樣 我受益良多 所以請問林 不然不好意思 林瑞陽跟張婷交往的過程 你們全部都知道嗎 他教你演戲 我天啊 怎麼說 我跟你講 像我現在在內地裡拍的戲 前兩年我演武則天 然後我拿劇本 他就跟我說這戲是個大戲 你要怎麼樣 你怎麼演 然後今年我又跟范冰冰 接了一戲 范冰演武則天 我演偉飛 然後他又開始教... 教得就像他講那樣 我就看他一眼 其實我覺得你戲演得不怎麼樣 你別教我 不是 黃冰小時候 我常常就跟他講 因為他很愛演 你覺得他演戲太用力嗎 還是... 對啊 太用力 他演戲感覺口水噴很多耶 所以他現在還是很愛演 只是沒機會 然後他家裡跟我對戲 我說謝謝你 我覺得你是演得挺一般的 你不用教我 我演得比你更好 他有叫你不要再演戲了嗎 有啊 當然有 但是我當然不聽他的啊 可是他有逼你要跟他對戲嗎 有啊 然後他就要認真的演嗎 不是 他很認真的告訴我 然後幫我看劇本 看完之後他就分析給我聽 這個角色應該怎麼樣 然後你要放輕放柔 然後你的眼神要很淡定 然後你很大氣 你不能很誇張 我說 所以你也有感覺吧 他不怕人家這樣講 因為我覺得史上最誇張的 男演員應該是馬錦濤 跟林瑞陽吧 對啊... 常常你也跟他演戲都會受傷 所以你跟林瑞陽 是因為花系列認識的嗎 不是 其實我跟他認識 第一次見面的時候是 當時我是去探一個朋友的班 然後那時候我是別人女朋友 那時候我還很小 我是模特兒的時候 然後他無數次的看到我 七年之後 我們在攝影棚碰面的時候 他就跟我說 這過程中有七次我見到你 穿什麼衣服 你怎麼樣... 他都氣格 七次嗎 所以他等於第一次看到你的時候 就已經喜歡你了嗎 應該是 然後那七次 那七次你都無法察覺他存在 當然 那時候他已經很紅嘛 而且他長輩嘛 結果林大哥很尊敬的叫林大哥你好 那你那時候有覺得他非常帥嗎 那時候覺得挺帥的 對 當時如果他就出手 橫刀奪愛可以格到你嗎 應該不會吧 因為我覺得他長輩年紀那麼大 所以他那樣講你有感動 說七次他都記得你穿什麼 他真的很厲害 他真的好有耐心喔 對 很有耐心 所以這樣很值得嫁喔 對 所以我們日有一直語 我是台灣第一小生林瑞陽 你不想我還不知道 所以當時等於花系列的時候 你們 他們都已經知道你們在一起了嗎 對… 太陽花子上 他是不是就是會用很深情的眼神 一直這樣看進去你的眼睛裡 他是 他的文筆非常好 其實我真正感動是他寫卡片 然後 他是不善言語的人 但是他很會寫字發訊息給你 然後他很有耐心 然後其實他脾氣很壞 但是我都不知道他脾氣很壞 他在你面前永遠都是那樣 所以你們結婚這麼久來 他沒有跟你發過脾氣 他最多就是不說話 然後語氣有點不太好 但這樣我都有點不能忍受 所以他的脾氣壞是指在工作方面 對同事很嚴是不是 你知道我跟他談戀愛很多年 三四年我都不知道 有一天我就跟我們司機講 我們要去吃麻辣鍋 然後那個司機跟我講一句話 林董不吃辣 我說你有病啊 我怎麼不吃辣 我們都吃了三年的麻辣鍋 他不吃辣我都不知道 三年他給我吃麻辣鍋 他每次吃完都拉肚子 沒有…我只吃辣的 他就硬陪著你 他在假裝自己可以吃辣嗎 對 他就吃啊 我不知道 所以他的生活習慣 其實我是不曉得 他拉完肚子 第二天去公司又臉臭 然後大家就這樣 就這樣 太偶然 對 我不曉得他的習慣 但是他都配合我 所以你現在也稍微了解他一點了嗎 你們有聚會嗎 八系列的演員們 有啊 他們有 但是因為我一直在內地嘛 然後沒有時間 是因為要暫時擺脫做媽媽的感覺 才跑去演戲吧 對 因為他還是知道 他跑在主持 其實真的壓力很大 你不需要去放鬆一下 所以人家說 你為什麼還要去拍戲這麼辛苦 我心裡想 你們真傻 我是去放鬆 對 對 去一個拍戲 你就會很開心很快 因為每天在家面對兩個小孩 跟老公真的有時候會覺得很煩 壓力很大 你很愛他們 但是你會覺得壓力很大 知道嗎 是 很煩 沒關係 我不想 你有跟你老公講過這句話嗎 有啊 你一演古裝劇的話 可能就會離家很遠 然後 對 我去買戲啊 到哪裡 兩個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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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個月 那小孩呢 小孩應該很值得 信賴的保母照顧吧 有我妹妹 阿姨 老師 還有韋先生 我覺得你真的可以去外面拍戲 三個月很幸福 對啊 是 四個禮拜 是 我們去北極錄阿姨 你怎麼會 王道婚姻新奇將回憶一旦 小威斯當場看不下去 王大哥請問一下 你今天這個裝扮 是有在拍戲嗎 沒有在拍戲 因為我覺得 我來你這個節目 我必須要稍微微微微 尊重這個節目 這是真實的你的樣子嗎 不是 我喇叭的很 我在民主亂混的 我在哪裡都亂混的 你換成那些不入流的花辣 沒有在拍戲嗎 有在拍戲嗎 有在拍戲嗎 他就是一個真的非常溫馨的爸爸 然後每一個看過那部戲的人 都覺得 要是他是我爸爸就好了 然後他念著跟我弄不得死一樣 你已經結婚多久了 我不知道 沒有特別記 不用紀念嗎 我跟其他女孩子比較不一樣 很多人會問我說 你不擔心你先生什麼 我覺得有什麼好擔心啊 他出門就出門 我也從來不打電話給他 住哪兒我也不知道 一個禮拜出差好幾次 我都不曉得他去哪兒 然後我就這樣挺好的啊 謝謝 你是心裡是講謝謝的東西 其實有一點距離 我覺得是滿好的 對啊 你也能夠做得到 我也不查我先生啊 是你的就是你的啊 不是你的 你綁著他 你先生現在是住在台灣韓國 他就是每一個禮拜 就是都世界各國跑 他是負責就是全世界各國啊 十五年我都是這樣啊 我覺得挺好的 我覺得這樣反而好 他也是雙子座 喜歡自由啊 好啊 祝福你嘛 不會 你語氣中 語氣中好 祝福 恭喜 當時那個花系列好像處理婆媳這件事情 引發了非常多觀眾的共鳴 因為難道是在這個戲之前 不好意思把媳婦心中的憤怒講出來嗎 台灣婦女的習慣是隱忍 那麼花系列呢 引導了婦女觀眾一個潮流 讓他們學習 怎麼面對跟反抗 反抗 或者不要說反抗 應該說 怎麼樣有智慧的 面對先生跟婆婆 然後選擇 這中間能夠走的路 或者怎麼樣在夾縫裡去生存 所以花系列的媳婦 是不一定一直被欺負的 不 我家系列裡面是一直被欺負的 到最後是反抗的 妳最後會反抗 對 反抗 對 到後面好像都反抗 對 都反抗 所以反抗到會不是 換的那個也是 就是說她的婆婆 因為生意上有了問題 那麼需要周轉 那我趁虛而入 我願意就給她這個錢 但是條件就是 這個媳婦要跟我出去十五天 好醜喔 你怎麼都是演的 你都以為我... 剛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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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麼都演這個啊 所以我們不想包半個月 就是說 她的表情是說 我們要發動國民革命 什麼這種話的表情 可以講清楚 然後呢... 因為在他們猶豫的時候呢 反而是媳婦為了保家庭 就答應 結果去了之後呢 回來之後 要笑妳了嗎 不是 懷了妳的孩子 也沒有 不信任 在那個家裡無法立足 無法立足了 婆婆給困難 然後那個時候就... 我就又講到那個... 那個...那個丈夫了 丈夫懦弱 麻寶 對... 麻寶你也會講 麻寶 麻寶 然後呢 就聽了媽媽的話 對... 然後這個就把她趕出去了 是 可是呢 我是因為帶了她去那邊呢 強暴未遂 所以就... 你不能微笑的講 這四個字 聽啦 你來了 我真的不瞬間 真的喔 我反而尊敬了這個女的 後來呢 就幫助她 最後呢 我在這個戲裡面 沈夢森是起來了 然後我被打垮了 然後我有重病 而她覺得 她反而覺得我像一個男性 然後她照顧我 然後一直到我臨終 黃大哥請問一下 你今天這個裝扮 是有在拍戲嗎 沒有在拍戲 因為我覺得 我來你這個節目 我必須要稍微那個 尊重這個節目 這是真實的你的樣子嗎 我...不是 我怎麼這個樣子 我邋遢得很 我在臨口亂混的 我在哪裡都亂混的 你怎麼亂混 你不要講那些不入流都亂混 你不亂混 你不亂混 你希望她每天都打扮成這樣子嗎 不行 沒有 因為她今天這樣 太像那種壞壞的企業家了 壞壞的企業家是不是 你不會是在動心吧你 沒有 因為她以前在 你有看過愛的進行室嗎 沒有 你告訴我 她就是一個 真的非常溫馨的爸爸 然後每一個看過那部戲的人 都覺得 要是她是我爸爸就好了 然後她今天一直給我弄這個死樣 只是... 只是... 好演員 她就是演好爸爸像好爸爸 像變態的 就變態的 對啊 現在很變態 那時候我們年輕沒有鬍子嘛 現在故意留一個鬍子好不好 觀眾的意見會影響劇的手下 我覺得觀眾的意見會影響 會 因為當時妳就欺負我 欺負得太慘了 大街小巷都想打妳 那時候還沒有網路 也沒有遇過耶 不過那種時候因為欺負他們 收視率就不斷地往上爬 後來就欺負到過頭這樣 我沒有一段她呼他 沒有 我們回憶一下花氣臉 你自己不信 你也不允許別人信 你...哪怕那個人是你兒子 你都不管 我...媽... 過兩天 我就找人燒布電腦給她 還有什麼直排輪拉電動玩具什麼的 她要什麼 哎呀 放棄身材 下次王子學羞辱我的孩子 得到的是羞蛋子 你更可惡 你敢詛咒我的孩子 你敢打我 王子亮 你絕對敢打我 你相信嗎 我想打你已經很久 你有感覺嗎 那表示不夠痛了嗎 你敢打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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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抓我的頭髮是真抓你知道 你也沒有再客氣啊 你那兩巴掌感覺很逼真耶 但是我是被打了很久 打了半年多才有這一巴掌的 對 請問那兩巴掌是真的嗎 真打呀 導演都要求真打 我記得曼玲姐 花系列的導演都要求真打 因為真打的話 對手演員會有被打的人 有正...有正確的情緒反應 你知道這麼大的特寫 你不可能偷 一巴掌打下去的時候 我傻了 你知道嗎 那個臉都腫起來 那個眼淚是很自然 流下 然後喊咖的時候 我那天手是這樣的 他的手就在我臉上 手指就這樣硬住 對 其實女孩子打的那個 力道是滿強的 很嚇人 我記得上次也是 我也不講對手是誰 然後排的時候都還好 你就講了吧 每次都在那裡影射 在排的時候 都已經抓好那個距離 所以正式拍的時候 還雙擊呢 然後所以你就得一貫下來 剛才一拳 結果真的是 他真的一拳 天啊 你知道 我完全那個材詞完全忘了 然後而且整個花的 然後只感覺 有兩個東西掉在臉上 就下不來 那不是眼淚 那個... 然後可是我還得繼續演 然後後來正常 我拍完以後 然後導演就說 為什麼那些眼淚都掉不下來了 他一直沒感覺 那到底是什麼 眼淚掉出來 被打的 而且還會暈的 那應該要重拍吧 對啊 後來讓他重拍 後來我就跟他說 我們那個... 我剛剛那個 不要遠一點好不好 這樣...要客氣一點 不過真的是 有的時候進入到那個情況 所以你在花系列裡面 演的都是剛剛的片段 剛剛那種出來勸架 說不要打不要打的男人嗎 我也會被打 我...我就是現在的暖男嘛 你知道 其實每一個角色都會被打 都會被... 每一個角色也有機會打 黃道不會被打 我怎麼可能被打 沒有嗎 這是什麼話 他... 他... 他那個表情不夠好 再一個 你每一次都演商業巨子嗎 對 所以你一直演有錢人喔 對啊 所以花系列... 因為別人的衣服都穿不好啊 我的衣服穿得好啊 對 妳穿起來真的很像一樣 妳感覺是 妳感覺真的有司機在樓下等妳 對啊 小心是我自己 壯平遺傳演戲精英 兩個最有一種化身把妹情深 我聽到她的小孩很戲劇化 有一天我女兒把我惹哭了 接下來的話 妳真的不敢相信一個兩歲多的小孩說 媽媽 我愛妳 我是愛妳的 我愛妳 我是愛妳的 妳知道嗎 小孩子 她真的是情聖 她 我愛妳的眼淚 我愛妳的眼淚 妳說妳每跳出一顆那一顆 她就親她嗎 對啊 妳沒跟她學吻嗎 說吻 等一下 一個禮拜才播一次的劇 理論上應該不繼續造成你們很累吧 很累 我們兩個小孩 因為是單機 而且那個是一個半小時吧 一個半小時 一個半小時大概要拍四天 一個禮拜大概六天戲 休一天 六天戲 而且很多是已經到底的嗎 對 是 所有的 不管是配角或主角 都是真功夫 也就很實際 來現場沒有人沒辭 沒辭 導演就叫妳回去吃屎 真的 導演很兇 導演有開口說過說去吃屎嗎 直接踢妳一腳 直接就踢妳 沒有我很用功的 一個對白 還有一個要準時 對 不可以遲到 有時候晚上拍到晚上兩點 回家以後到家已經三點 洗完澡還要被那個聯繫的衣服 要趕快拿出來 不然妳沒帶妳隔天就很慘 然後劇本也要備手 早上六點又要開車到楊梅 就是這樣告訴公路 來來回回的 可是如果是大牌的話 她也不肯... 以前最大牌的男主角 大概是陳光 領了兩座金鐘獎 那麼價碼也是最... 價碼應該是最高的 她早上只要遲到十分鐘 她先打給我 喂 現在在幹嘛 現在在等妳 導演她 應該到了 妳跟她說啊 我在打喔 我這樣... 這樣導演就原諒她嗎 這樣現場大號 現在沒人 假裝在現場 對 所以我就要舉手 陳光啦 然後我就 有...導演 大號 表示她到了 她這樣可以原諒她 不是 表示她到 她在現場拖拉 而不是人沒到 連張成光都要這樣很害怕 遲到早退 可是衣服不是應該 就掛在現場的時候 沒有 因為我們是跳的路 比方六級劇本 以前沒有服管這回事 第一 沒有服裝 妳每天還要管衣服 管衣服 被開始管衣服 附加千金還要管刀 跟一些耳環跟皮霜 一般的畫法 那萬一流汗或是... 沒有啦 有化妝師啊 但是我是... 妳是女化妝師啊 沒有服管 因為有的時候 如果有莎莉姐來 要先讓莎莉姐先 我們是第一次 莎莉姐的感覺 不會 可是她會... 妳... 妳... 妳有種一個性的嗎 妳是故意的 我們是做莎莉姐 是從家裡畫出來的 對 都畫出來 不會在現場化妝 她先是書頭 然後她整個好了 坐在客廳 導演幾點拍 我們大家晚輩就在那裡畫 所以沒有人看過她素顏嗎 沒有...我們在... 有啦... 你有看過嗎 通常有啊 我跟她在山東拍過一個戲啊 她請大家喝酒啊 她素顏呢 怎麼樣 素顏 還好 不過 妳這個有點可惡的 但是我... 我跟莎莉姐拍戲拍那麼久 她沒素顏過 我們住在飛騰 在北京 住在一起都沒有 對 沒有 她因為... 她請大家吃飯 就是劇組的導演啊 這些演員啊 那天素顏 看得出來是她嗎 其實我拍這麼多戲裡面 我覺得最感覺最... 就是莎莉姐每次都請我們吃 還有淑娟姐 她每天都會燉那個什麼 豬腳肉啊 什麼給我們大家吃 因為她覺得我們工作人員 太辛苦今天吃便當 但我覺得她們兩個 剛剛一起拍戲好幸福喔 妳覺得她拍戲她永遠也在 港王到一起喝酒安全嗎 安全 有我準備東西給大家吃 對 所以張婷是從來沒有演過 欺負人的人 有啊 我演過壞人 花西烈我也演過一次 我演那個櫻樹花裡面 未成年的少女 然後我寄住在那個艾偉家 然後我就勾引艾偉 因為我缺乏父愛嘛 然後就愛上了艾偉 對 然後就開始陷害她的女兒 然後害她的老婆 然後我記憶很深刻 我其實都不敢演反派 就是因為當時我都代言洗髮精 化妝品 代言歐雷 五六六 結果就被停掉了 再來我就沒有拍過反派 一直到去年我才演了那個 偉飛這樣的反派 妳是說廣告商會 會 會啊 因為妳形象不好嘛 對 當時就是很甜美 所有的形象都是很可愛的 就所有 就那個戲之後就馬上停掉了 不過妳有沒有覺得 花姐編劇聽起來 很照顧中年男子 對 就是都要一直愛上中年男子 中年男子感覺有很多情慾系 對 然後為所欲為 對啊 所以你們不覺得...為什麼 可能製作人有很多幻想 因為反而年輕男生 沒什麼情慾系對不對 有...像七夕花裡面 那時候我們都是年輕啊 我們並不是中年人啊 所以那個妳演花車女郎 就是妳得獎的那一次 入圍的 美得獎 好棒 是... 花車女郎 那個比較考驗就是 在大馬路上廟口 在廟口拍戲 然後我們要... 穿得很性感 對 穿低胸肉背 然後呢 賣膏藥 然後在上面唱野台歌這樣子 就以前那一套 然後就真的有那個林際 跟過路的阿伯站在那邊看 那我們就是 因為機器一直在拍嘛 然後我們就過去賣藥 阿伯 阿伯好 來啊...一瓣一瓣... 真的 入口那個... 那個不是我們的... 我以為是林際 然後過來真的就往我的胸胖 穿得高跟起來 他比我低 他就站在那邊 就一直看我的胸 那我以為是在演戲這樣 然後好了 看誰沒有... 看誰來 一瓣一瓣 然後他看看我轉身就走了 然後我回過頭 OK了 我說導演 OK了 OK了 我說 剛剛那個林際那個阿伯 他演得好像真的敢看 其他林際又不敢看 倒極了 剛剛說那個 那不是我們人 那個不是 那個是真正的 那個演起來一定很生動啊 很生動 真的 演得最好 我自己後來也嚇 那個不是我們的林際 他以為是真的在吃豆腐 OK 張婷現在在家裡面 還是要當媽媽的角色 聽說他的小孩很戲劇化 他有點遺側到他爸爸的 那個窮瑤的演法 他是看過你們的戲嗎 沒有...他才兩歲多而已 那他講的那些台詞是哪來的 可能我們在家裡都 我不曉得你們對小孩的教育是怎麼樣 我們每...在家裡又親又抱 常常摟啊 我愛你啊怎麼樣 那有一天 我兒子就是那種很細心很敏感的 然後有一天 我女兒把我惹哭了 那天可能我在想我為什麼會哭 因為我這個人很堅強 他把我...那個枕頭一打到我 心裡很痛你知道 你說他故意打你是不是 他故意打我 然後我就很傷心 我們三個人在睡覺 我就很傷心 我就流眼淚 你知道我兒子怎麼樣嗎 他一直看著我 媽媽...你怎麼了... 然後接下來的話 你真的不敢相信 一個兩歲多的小孩說 媽媽 我愛你 我是愛你的 我是愛你的 對 兩歲多 然後你知道我... 我就...我真的很想笑 但我想聽他講什麼 他說我愛你 我是愛你的 媽媽 你傷心了嗎 然後講的是台詞 他講的是台詞 我很震驚 你知道 今天講完之後說 媽媽 你帶我去尿尿 他笑完了 他很緊張 你知道 他看我哭 他很緊張 他說 媽媽 你帶我去尿尿 然後尿著尿的時候 你知道嗎 他好溫柔的摸著我的臉 媽媽 你別哭了 你傷心了對不對 緊接著你知道嗎 小S 他真的是情聖 他一直親吻我的眼淚耶 真的 他一直親吻我的眼淚 我的外風 你說你每掉出一顆淚珠 他就親他嗎 對啊 然後媽媽 你別傷心了 你沒跟他舌吻吧 最後 你沒跟他舌吻吧 最後 很小 所以這個男子 兒子比女兒嗲喔 對 很嗲 然後他有奶腹之風 你知道嗎 他就親我 然後跟我說 媽媽 我真的很愛你 你不要傷心了 兩歲多耶 所以真的是你們的基因裡面 有這個 然後有一次晚上 我在更衣室換衣服 你知道 我覺得我兒子真的是 天生的把妹高手 然後我一進來 他一進來 看到我在換衣服 因為隔天我要上節目嘛 然後突然他就看著我 你好漂亮喔 然後我心裡很高興 我說 男女漂亮呀 眼睛好漂亮喔 鼻子好漂亮 嘴巴好漂亮 全部都漂亮 我說你聽完就很高興 然後我老公接著進來 一看 哇 幹嘛呀 你知道 兩個完全不一樣 我說 林睿洋 你真的 你要跟你兒子學學 多會把妹啊 所以林睿洋現在已經 不誇獎你了嗎 也會 但是他覺得晚上你在幹嘛 穿得那麼妖艷你在幹嘛 他就覺得很奇怪 所以你在... 女兒在你心中有地位嗎 有啊 我非常愛我女兒 女兒用枕頭打她 還是覺得真的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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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好 可以走過 可以有用嗎 我爸爸也是媽媽 不是你媽 不是在一邊吃東西 我在刷牙 然後她剛好跟她姐姐打架 所以女兒是爸爸在疼是不是 女兒就是兩個特別噁心 如果我帶她到台...回家 回台灣的時候啊 我女兒跟她爸爸講電話 你都想吐 非常想吐 有比你兒子噁心嗎 比我兒子噁心 怎麼講 兒子敢對你講肉麻的話 女兒都跟爸爸講肉麻的話 會說你好帥這類的嗎 不是 她會想想你 然後她爸爸覺得 因為她擴音才能小孩子嘛 想你... 然後一直講... 我說夠了 所以你們家的人都這一路的 我們家都是這一路 好緊張 我們每天那個... 到了門口 要送他們上學的時候 就是司機要接接他們的時候 我們都是又親又抱 你們夫妻倆一起嗎 對 夫妻倆一起 然後我愛你 你老公後面說不要走 不要走 你只是上課而已啊 等大家都下車四季 你一直翻白眼 對 每天就是要這樣抱來抱你 戴眼 對 現在拍戲 你們覺得還跟花系列 很不一樣了嗎 不一樣 非常不一樣 差很多了 我們花系列的時候 因為大家都團聚在一塊 所以有很多的長輩 我們可以學習 很多的很重要的經驗值 在那個時候就留存下來 可是現在這些年輕人 他們缺乏這一切 而且很多的都是 所謂的年輕的 一堆都是年輕的 大家都不會演戲 大家都在那邊玩 然後所以導演好像保姆一樣 來...我們來拍戲了 來...把他抓著 我在那邊快...快瘋了 對 就是把這個戲變成 就是好像太輕率他了 你覺得 湯志偉比較戲劇化還是王道 湯志偉 湯志偉嗎 對 湯志偉 我也不得 湯志偉 湯志偉 因為他在現場不能發風感 內心要發風感 沒有... 因為我以前啊 講實在的 我以前呢 我在圈子裡面有一個外號 叫道理王 代表道理 因為我叫王道 好不好 我就有很多道理 好不好 又這個又那個 現在我不叫王道 我已經改名字了 我現在叫王子楠 所以我就比較平和 OK 跟我都沒有關係 所以現在的偶像劇 我是父權各位 我為什麼處得這麼好 我先跟他們打招呼啊 對 現在真的是這樣 好 大哥你來了 怎麼樣 今天還可以嗎 大哥一緊張 大哥不要緊張 因為呢 我也想趕快回家 大哥不要緊張 不要看我的眼睛 看我的耳朵 好 就把這個對白就講完了 稍微借點驗 大家就非常高興 所以看你的眼睛 其實會被你的氣嚇到 因為我要有反應嘛 我要有反應 萬一那個 其實我實在講 我眼睛還滿兇的 然後因為我 我演的父親 這個偶像機的父親 對不起 就是進去罵完人就走人 好不好 都是不孝子 好不好 所以一罵 眼睛再一頓 那個話都接不下去了 那你也必須要原諒他們 為什麼 因為他們是 現在是三期嘛 好不好 新出來的人 我們以前就是專門演戲 他們現在呢 對 又要唱歌 又要主持節目 還拍照 就是這樣 他們也很忙啊 仲介公司就在那邊 沒辦法 怎麼辦呢 我們也要為他們講講話 是 不是 我這個是 其實我是有點討好 因為這樣 所以你現在去問很多偶像 對不起 他們最影響的爸爸 黃自然 恭喜 多人選 我讓他們安心 只要看你的耳朵 只要看你的耳朵 只要 我覺得這個很重要 你讓他們安心 是 有沒有 他們還是 因為啦 他們也有他們的表演方式嘛 是 是不是 好不好 今天各位明星 今天各位明星來 回憶花系列的故事 我想說不定會引起 是 重新拍攝的可能 因為聽起來故事都滿厲害的 很精采 對 精采 好 下次也要請各位來玩囉 恭喜妳 謝謝 謝謝